冤狱 话说朱生是杨谷线人 年龄不大却性情轻薄 好开玩笑 一天他因为死了妻子 去求一个媒婆给自己说亲 路上碰到那媒婆邻居的妻子 朱生瞟了一眼 见那妇人很美 便跟媒婆开玩笑说 刚才碰见你的邻居 真是既文雅又秀丽 你若为我求偶 他就可以媒婆也开玩笑说 你先杀了他男人 我再替你想办法朱生笑着说 说定了 过了一个多月 媒婆的邻居出去讨债 被人杀死在野外 县令居拿了死者的邻居和地宝 拷问实情 却仍无头绪 只有那个媒婆招供了 他和朱生开的玩笑话 县令因此怀疑到了朱生头上 将他逮捕了 朱生却坚决不承认 县令又怀疑死者的妻子 跟朱生私通 谋害亲夫 将那妇人抓了去 用尽了各种酷刑拷打 妇人忍受不了折磨 胡乱招认了 县令又拿妇人的供词审问朱生 朱生说 他一个柔弱妇人 受不了刑罚 他说的全是假的 既然他将要冤死 还要被加上不真洁的名声 纵使鬼神无知 我又于心何忍呢 我识招了吧 想杀死他的丈夫再娶了他 都是我一个干的 他实在不知情 县令问 你有什么凭证吗 朱生说 有血衣可以作证 县令便派人到朱生家搜取血衣 搜来搜去 却怎么也找不到 县令再次拷打朱生 打得他几次死去活来 朱生便说 这是我母亲不忍拿出物证来让我去死 等我自己去取 县令命牙翼压着他回到家中 朱生告诉母亲说 给我血衣 我是死 不给我也是死 反正都是死 还不如快点死去 也免得多受折磨 他母亲听了 哭着进了内室 不一会儿 取出一件衣服来交给他 县令检查到 衣服上却有血迹 人证 物证据在 便判了朱生死刑 以后经两次复审 也都没有不同的证词 过了一年多 朱生马上就要被处决了 一天 县令正在审案 忽有一人静止冲上公堂 瞪着眼大骂县令道 你如此昏庸糊涂 怎么治理老百姓 几十名牙翼健壮 一拥而上 想绑起他来 那人振臂一挥 牙翼们呼啦啦倒了一片 县令大惊 站起身想逃 那人大喊道 我是官帝跟前的将军周仓 婚官感动 立即要你的狗命 县令浑身颤抖 一动不敢动 那人说 杀人的是公彪 与朱某有什么关系 说完就一下子倒在地上 像死了一样 过了会儿才苏醒过来 还面无人色 等询问他的姓名 才知他就是公彪 县令拷打他 公彪招供了全部杀人罪行 原来公彪本是个无赖 知道那邻居讨债回来 以为他腰包里一定有很多钱 就在野外杀了他 没想到尽什么也没有 后来听说朱生被驱打成招 他暗自庆幸 这天他稀里糊涂地冲进县衙 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县令又问朱生 那件血衣是哪里来的 朱生也不知 叫他母亲来询问 才知是他母亲 割破自己的胳膊染的 检查朱母的左臂上 果然刀伤还没好 县令也大吃一惊 后来县令因为这个案子 被告发罢官 罚款赎罪 在激流时死在狱中 过了一年多 死者的母亲让媳妇改嫁 那妇人感激朱生的义气 便嫁给了她 一时是说 审理案件是当官的首要任务 基因德 丧天良 都在这件事上 不可不慎重 性情急躁 贪污凶暴 固然与天理不符 托拉敷衍 态度消极 也会伤害人命 一个人告状 就会连带几个农民 耽误农时 一个案子审判 就会牵连十家荡产 难道是小事吗 我曾对当官的人说 不要胡乱接受诉状 这就是饥饿大德 如果不是重大的案情 不必将人拘禁起来 等候判决 若是没有疑难的事情 何须犹豫不决 即使有邻里间无知小民 或山村中爱闹事的村民 偶尔因小事发生争论 以致引起诉讼 这不过是借官长的一句话 为他们平定一下而已 不必全部人员到庭 只需原告被告两方传道 板子 鞭子立刻加深 他们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 立刻就能解决 所说的料是如神的长官 不就是这样的吗 我经常看到现今的办案官员 船票一发出去 好像就忘记了 奉命补拿犯人的人 收的贿赂还不丰厚 就不撤销见官的船票 刀比利得到的好处不足 就不肯悬挂听审的牌子 如此蒙蔽托拉 动不动就成年累月 不等登上审判庭 有水已被榨干了 但那些俨然高居于民上的父母官 却悠然高卧在床 默然无视 怎知水深火热的牢狱中 有无数的冤魂 伸着脖子苟延残喘 等待搭救呢 当然对待那些凶丸的刁民 是没什么可怜惜的 但是善良的百姓受到牵连 他们怎能忍受呢 何况受到无辜牵连的 往往是奸民少而良民多 而良民受到的伤害 比奸民受到的伤害加倍酷烈 为什么呢 因为奸民难以灵虐 而良民则易于欺压 雅翼们殴打辱骂 官差们伸手勒索 都看他们是良民 而敢于对他们施以暴行 这些良民一进官府大门 如同进入火海 早一天结案 就早一天安生 有什么大事 能看着公堂上那些 奄奄一息待审的人 却不理不睬 好像唯恐深山沟样的贪欲 不能很快填满 而故意拖延时日 这种做法虽然还说不上残酷爆裂 而所造的罪孽是一样的 我曾经看到一份案卷 其中急需审问的要犯 不过三四个人 其余都是无辜的老百姓 都是被无辜陷害的 这些人也许是因往日一些细微的矛盾 而产生仇怨 或因目前有些钱财被人急恨而获罪 所以告状的人用权力来谋求主案的解决 顺便歹毒地报小仇 如果名字被写在壮指的末尾 就如同换了深入骨髓的独居 在衙门受尽各种罪 竟成了窃夫之痛 人家贵 自己跟着贵 就好像群屋急在一处 人家出来 自己也出来 如同拴在一起的猿猴 而沈万官问不到他 小丽也问不到他 其实对断案一无所用 却足以让他倾家破产 让衙役中饱贪囊 点七麦子 让小人谢谢私奋而已 我深怨那些围观的人 每当一个人犯头案时 略意审问 该放的就放 不该放的就处罚 这样做 只不过是用笔战战末 动动手腕的事 却保全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培养了多少正气 执政官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其实哪里只有绳索刀具 能够杀人害人呢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